各位,我们总是认为 当我们不遵从神的话时 就是远离主 当然,这也没错 但也不代表一个人若遵从了神的话 就是不背逆神 我们想到法利塞人时 就比较明白这一点 法利塞人表面上是遵守神的律法 但他们的顺从却不能取悦神的心 另外,我们都很熟悉圣经里 浪子回头的比喻 但通常,我们是关注那弟弟的回头 因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很像那弟弟一样 总是远离了主后,又再回头 可是,原来我们也有像那大儿子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糕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这里,大儿子向父亲生气地说 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的命 却没得着好处 各位,我们会不会有时 也像那大儿子一样 埋怨神呢? 大儿子在第二十九节里的那句话 潜在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显入了那大儿子 顺从背后的动机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得着祝福 而不是因着爱父亲 真心要服侍父亲 叫父亲开心而顺从的 同样的,我们也要省察 我们顺从神背后的动机 是单纯的吗? 我们真是为了爱主而顺从 还是为了自己自私的利益而顺从呢? 我们顺从神 善待人 帮助弱者等等 是不是有所企图的 想借着我们的顺服 而从神得什么好处 什么祝福 或是叫自我得高举 得称赞呢? 如果那大儿子是因为爱父亲 而顺从父亲的 那他应该因为看见父亲开心 自己也就得满足了 而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得到什么 而生气 但是各位 人都是自私的 就连我们的顺从 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自己 一些自私的利益 这个比喻里 小儿子和大儿子都一样 无论是离开父亲 或是留在父亲身边 都是为了自己 人的罪性是叫人 无论是顺从也好 悖逆也好 都容易远离神的心 我们看到这大儿子时 也要提防 因好行为而来的骄傲 其实大儿子和小儿子 远离父亲的因素都不一样 小儿子是直接的得罪他的父亲 但那大儿子却不是 因为什么明显的罪 而远离父亲 他乃是因为骄傲 而造成他跟父亲之间有隔膜 不是因为大儿子不好 而跟父亲疏远 乃是因为大儿子觉得自己太好了 所以才跟父亲出现矛盾的 其实这大儿子的问题 还比小儿子更糟糕 因为大儿子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还以为自己很不错 但原来他也离父亲很远了 因此我们也要小心 这自以为义 自以为佩德的心态 我们即使顺服了神 也不能向神骄傲 或是要求神如何的赏赐我们 我们顺服主本是应该的 因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的气息乃是主所赐的 我们的灵魂乃是主用自己的生命救赎的 所以明白恩典过后的顺服是不一样的 各位 如果我们还没完全的明白神的福音 和神无条件的恩典 那我们动不动又会变成一个很会控告人 很容易苦毒 缺乏安全感 又不喜乐的人 像这大儿子一样 但是若我们真的相信 神是全然为我们牺牲了 也赐我们白白的救恩 那我们自然也会被感化为一个愿意牺牲 服侍神 服侍人的人 并且一个被爱而非惧怕或是责任推动的人 不只是会顺从自惧而已 乃是会用心思想 如何更有心意 更超越律法的顺服神的 今天 借着这熟悉的比喻 神再次让我们看到 虽然这两个儿子都不完美 都在自己的罪性里远离了父 但父亲还是关心他们 愿意挽回他们 我们的天赋更是如此 盼望我们今天都再次发现 自己是如何的被神福音的恩典拯救 以致我们都恢复一个 叫我们亲近神 不是远离主的顺服